这应该是这期视频,不对 这张牌桌上最大的一个底石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美女扑克系列 来看这一手牌 前卫五个跟注啊 六个,七个 又是一个多人池 看看谁能中牌 翻牌 五七十彩虹面 哎呀,每次解说这种牌就头疼啊 Hillary拿到顶对 反正大家都是高手 打牌都比龙凤强,自己看吧 转牌,一张红桃S 很好,没人有S 也没人下注 这个时候过牌到了DK DK站了出来 老DK这是用一手卡巴的顺子听牌 开了一枪啊 而他直接是打出了一个满池 面对六七个对手啊 还敢在有A4的牌面进攻 DK的胆子也是够大的 不过 Hillary是用一对十跟的下来 而合牌呢 竟然掉出来一张圈 给他发成了圈石两对 Hillary合牌开枪 那应该是要结束了 今晚Hillary啊 打得还是挺紧的 九百的坡下注半池 DK一手勾嗨 能怎么办呢 不打算盖牌吗 DK 没必要吧 转牌有A4对手 还选择了跟注啊 哎呀他要是判断Hillary转牌 是用一张十跟注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移动了 我可以赶紧 他会赶紧 因为DK是那样的 哈哈哈 DK喊出Low in 这就是赶紧 哎呀 偷的不是时候啊 而且你看好了 Hillary后手他就那么一千块啊 好 那恭喜DK送上一个达宝 继续来往下看 又是一个Bumper 翻前每个人下周一百 翻牌键 公牌面二三九两张方块 看看都有些什么牌 DK还要开枪吗 还不吸取教训啊 Bumper一定要拿有牌的牌来打 因为一旦你被两到三个人跟下来啊 转牌你根本没法玩 DK下注四百 Sashimi拿到三九两对 为了避免转牌再掉方块 局面更加恶化 直接打了一千 而林吉呢 恰好有两张方块 反手三败到了两千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两千的下注啊 没有太大意义 而DK呢 竟然选择了跟注 哎嗨啊 这手牌有什么好追的吗 看到一个三败和一个跟注啊 Sashimi反手做了四败 这是要跟林吉直接拼个你死我活啊 林吉没做任何的考虑 选择跟注 而Sashimi后手还剩五千 那这一手牌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了 肯定是要发完合牌定胜负了 就看林妹妹能不能拿到方块了 转排很红啊 但是是一张红桃 Sashimi后手这五千 也推了出来 都打到这份上了 又怎可能盖牌呢 这应该是这期视频 不对 这张牌桌上最大的一个底石了 确实 转排的一张钩 让林吉也变成了一手花顺双抽 合牌 哎 红是挺红啊 就是花色不对 恭喜Sashimi 一手牌从中国富婆手里 取走了大半的筹码 其实这手铜花啊 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翻牌面的那个加注啊 真的没必要 如果没有那个加注啊 底石不会扩张的这么迅速啊 如果正常打到合牌 林吉应该还是有盖牌空间的 接着看 Vixor A10草花加注到了330 DK一堆五根下来 林吉九钩不同色 三臂位也跟了下来 千可危的光头市长 圈八草花跟住 Hillary勾七不同色跟住 翻牌 四四九 两张草花 Sami和Vixor同时拿到了铜花挺牌 额 林吉拿到顶对并没有下注 而Vixor呢 在后卫是 哇哦 这个真是急性子啊 翻牌面直接推出欧印 3360刀 这应该是还在合适额度啊 331 这个欧印正好是两倍的底持大小 DK的一对五啊 他想跟啊 但实际公牌面 他有一张九 后面还三个人 一对五真的就没必要再扣下去了 而这手牌 我觉得林吉应该会去跟住啊 包括Sami在内 Sami也肯定会去扣的 以Sami的性格 像这样的牌 输了已经不止一次了 DK想了很久 一对五盖掉 林吉应该已经考虑好了 一对九跟住 Sami呢 肯定也是要扣的 隔着墨镜啊 能看到Sami有一个上挑眉毛的动作 这个表情基本就代表着啊 自己对自己的牌啊 并不是说非常的满意 但是呢 又放弃不掉的那一种 这肯定是要跟的 Hillary没中牌 直接盖牌 那么三个人来到转牌 转牌一张梅花六 林吉还是被发死了 这会儿富婆的运气啊 并不是很好 自己买花买不到 别人买花一买就种啊 而Sami看到转牌的草花六啊 还以为自己稳赢了 结果看到了Victor一手更大的草花 哎 无奈啊 不过看到林妹妹输了钱 还没飞色舞的样子啊 就知道她对于这个输赢啊 根本就不在乎 咱们继续来往下看 这手牌是DGAF的翻前加注啊 A3不同色加注到了130刀 平常DGAF的入持率非常高啊 但是今天晚上她好像很沉寂啊 为什么 翻牌994彩虹面 林吉这手牌运气不错 公牌面拿到三张9 DGAF翻后继续开枪打200 林吉秒扣 转牌一张草花7 直接给林吉发成了葫芦 葫芦继续过牌慢打 但是DGAF啊 已经完全打不动了 合牌一张草花10 草花连发两张啊 这种牌面非常适合做大额的下注啊 万一对手有牌呢 将会拿到非常丰厚的报酬 打小了呀 不过不重要了 打大打小 DGAF肯定也是跟不动了 当然啊 或许打小一点 DGAF反手 可能还会去做一手bluff 谁说的准了 再来看这一手牌 Margiel拿到口袋圈 做的三败 撞到了Vixor的一对Ace 哎呀 有胜之年啊 同样是看不到盈利的牌手啊 Margiel啊 永远的Margiel 口袋圈 他说Vixor是Limp入持的 然后去做的三败 不对啊 Vixor是四败啊 而Margiel应该在考虑 既然你是Limp的很有可能 你是在bluff啊 于是Margiel反手推了三千 看到Vixor推出欧印 Margiel慌了 这手牌麻烦了 Margiel一个判断失误 也不能说判断失误啊 或许是Vixor啊 藏得漂亮 他哭了 一万五千刀的坡 碰上更大的对子 可能Margiel又要回家了 像往常一样 来看看结果如何 一次发牌 天哪 开门一张A四啊 基本宣告了游戏结束 两张红桃 也不能说对Margiel没有帮助吧 除非啊 转牌能再掉一张 你还别说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Margiel的胜算啊 大幅度提升 单张红桃可以反超 当然啊 要躲开一张红桃可以 和牌 一张圈啊 看着是挺有用的 可惜啊 对手已经重位死了 好吧 那么先跟Margiel告别吧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一个两个三个平跟入池 庄位的林妹妹 并没有被读到牌啊 加注到了300 300之后呢 又是三个跟注 翻牌A83两张红桃 嗯 CIA拿到了铜花订牌 翻后林级再打300 啊 他只有一对八 300刀的下注就是一个试探 看看谁有A4 谁有两张红桃 CIA反手跟注 转牌黑桃二 check check 不用问啊 合牌 哇 红桃A4被发了出来 这样的话 哎呦 CIA过牌 那这不是拿不到价值了 实际这个时候啊 CIA应该是要思考 因为林级的大半注意力啊 他没在这张牌桌上 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拿价值的 CIA在这种情况下 做埋伏确实很难成功啊 好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